这个位置先调整,调整这个带子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给它准备一下 你看平行的话,那个爪印口是在那个位置 然后过来的话,那我们把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把这个要调整 这个可以左右移动的 你看我们把这个准备 这个就可以左右移动 左右移动,然后这个是对准哪里呢? 正中间还是? 对准这个黑色的这个胶轮 正中间就打印的位置 正中间打印的位置 那你这个偏了 对,偏了那你就要往这边移 是不是要往这边 对,那你就要往这边 如果偏了,反正你就觉得 反正跟这个 它刚才不打印,不然还可以 在这个位置吧 对 靠右边这个位置 就是带子正中间这里 看那个对准 对 现在第一步是调整位置 对,第一步调整位置 然后我们位置调的差不多 我们把它固定起来 因为我们这边都有刻度嘛 就是我们为了保证到时候它进产品的时候 那个带子不歪掉 所以我们就是把刻度 两边的刻度给它固定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这边是8 然后这边也是8 这个你们到时候可以记录一下 不同标签 左是多少,右是多少 对不对 直接调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11 这边也是11 嗯 就是每一个包装袋 每一个标签都记录一个 对,然后现在调这个 数字 第一步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走一个 看一下它的位置 对不对 走一个 对 我们先把它打印头抬起来 因为你现在还当时先不打 打印头抬起来 是在哪里调 你看它现在打印头升高了 刚才也是 你怎么升高的 在这里调啊 对 等一下 你看 点这个 点这个 然后 取消打印 继续打印 我先是继续打印 然后它打印头架下来了 它现在打印头你看 它现在架下来了 哦 挨住那个 挨住滚筒 就是代表它开始打印 挨住滚筒 我们还是在调 那个带子的阶段 我们就可以先这样停它 暂停打印 它就抬起来了 然后它就抬起来了 哦 是 暂停打印它就抬起来了 然后我们一抬这个 然后 看一看 它手带子的位置 它整不整齐 就是这个方向对不对 方向对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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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停止 电源指示 电源开关 对 电源开关 这个呢 那个是一个钥匙 打开里面 打开里面来 维修的 对 更改那个 速度 那个 调整产线速度 或者调整 那么好 就不用动了 对 走的时候 关就行了 对 走的时候 把这个 电源一关就行了 或者把那个插头 拔 拔 拔 就行了 对 然后 开机 一启动 就行了 嗯 然后 第二步 就是我们 需要看一下 这个带子 因为我们 封口的话 我们是 在这个位置 是封口 这边是空的 然后 如果你是这样 放的话 它在那个位置 会把这个 鸡变形 因为你这个 一般 它是开口了 嗯 所以我们 一般 放的话 是这样 放了 嗯 然后 这样放的话 那 那调码的位置 的话 就是肯定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信产日期 在这个位置 这个调码 这个方向 因为你像 这种产品的话 这种产品 就是说 你像 这种 标签的话 你是这样 走的话 它 条码 就是仿的 哦 你要调整 旋转 把它角度 对 对 我们就是说 先预览一下 先打这个 对 然后我们去找 那个模板 信息 帮你们 把那个模板 全部试好了 然后我们就是 点击这个 点击信息 点击信息 然后找这个产品 三宝 哦 你已经搞了几个了 对 我已经 三宝 然后点击 我们先预览一下 预览 这个就正确 对 如果这个是正确的 那就用这个 如果不正确的话 那么换另外一个 这个 那增加在哪里 比如我们现在有四个 新产品的话 我们自己增加 在哪里增加 增加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子 先把它编辑了 然后把它另存为一个 就另存为另外一个 换一个名字 哦 我们把它换一个名字 对 打比如说 我换一个 换一个果酸解毒 读啊 哦 这挺麻烦的 对 那这个上面 可以带刷的 写 读 按 第一个 这个 第一个 这个 嗯 然后对 确定保存 保存 另存为内部 共产解毒案 然后点确定 然后我们先回到这里 看一下有没有 就看到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辑了 编辑了 那如果我们 就要看我们那个产品 到时候是哪个方向打印 如果这个方向不对的话 那怎么选 哦 这里旋转是吧 对 这边也可以旋转 哦 这边 对 你看这边选这个 哦 那这个不用旋转 啊 这个也可以旋转 也可以不旋转 都没关系 是吧 它都能扫 它都能扫 对 我们扫二维码 怎么都可以扫的是吧 对对对 哦 主要是把这个 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对 还可以放大放小 对 嗯 或者位置不对 这样子 也可以 上下 对上下 它能缩小吗 哦 还可以往下 也可以 嗯 所以这个就看你们具体的那个需求了 对 把方向先搞定 对 把方向先搞定 可以大小都可以调 这个大小的话 不是在这个地方调的 大小的话就是要在另外一个位置 我看你用这个地方就可以调了 这个位置 因为它会自适应 就是我调的这样子 它只脏的宽一些而已 嗯 对对 但是你要调自体的大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出来 往另外一个地方 就刚刚这个 返记 还原 对 信息 嗯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 对 更多信息 我选这个 然后我给它旋转 或者是调自体大小 看我现在把它自体 哦 这有很多自体啊 位置什么的 对 旋转或者是自体大小 自体框度 字号 字号 选到一起 嗯 选吧 对 哦 就变到了 嗯 你看明天比较马要大了 嗯 但是我们一般 这预览的好小 感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白色的地方 这个白色的地方 也可以调大一点 这个地方调高度 调个40或50吧 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再调另外一个方向 嗯 一般32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你调码的 32毫米 对 一般调码的 框度最多就是32毫米 因为它那个设带有限制 30 对 因为它那个设带 就是说它那个设带就是这么宽 对 就是32是吧 对 最多32 宽度不能加 对 你宽度你加了也没有用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不加 哦 所以我们最大的就是这么多 哦 所以两边范围就是32 对 嗯 你字也不要搞太大 对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6 我们一定 那往下呢 就是可以啊 对 对 往下因为它设带都是 都那么长的 对对对 那我明白 嗯 所以上下可以 对 上下可以认一条 可以认一条 或者旋转方向 旋转多少度也可以 嗯 旋转 旋转180度啊 或者是 嗯 给它旋转180度 就是 倒过来了 哦 对 对吧 嗯 对 看 倒过来了 是是是 针对就是特别 针对健康残存 宽度就不变了啊 然后主要是对 就是90度或者180度 这个就是到时候 调整好方向 可以试打一个是吧 对 试打一个 然后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信息保存 对 给它保存起来 这个是另存是吧 对 那个是另存 就是保存之另存 对 另存就可以加一个产品了 再加一个模板 对 嗯 然后我们再把它发送到打印 这是要发送到打印 对 发送打印 确定 对 信息发送完毕 确定发送完 然后呢 错误 为什么错误 没关系 因为它错误 因为是我们这个码 是由我们这一块发过来的 所以它 它意思是不符合网络的那个 就是说我它现在找不到变量 就是找不到砲码的数据 那我们不用理会它嘛 因为我这边已经启动起来了 就是发码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一个发码的软件 就是我们从国家收藏那边下载了码以后呢 首先导到这个里面来 导到这个里面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码再发送到这个喷码机里面去喷码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用管它 这软件你们已经安装好了 对 是你们公司的软件 跟国家那个收藥检查所的 对 是有接口的 有接口的 对 然后所以现在你看 刚才我们调整的位置 就是旋转一般 那有一个问题 你是跟收藥检查所接口 那我就是说 我像这些我都不是收藥呀 要打的时候就不管它了 就打就行了是吧 对 你只要你在这一块的时候 它一样也会出很多码出来是吧 对 你只要在这一块的时候 选择产品选对就行了 打比方 你像这种饲料填铁剂 跟饲料不挂钩的话 你选择产品 你就肯定选饲料填铁剂嘛 那你选饲料填铁剂 那个码就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防我码了 那就不是宿源码了 就另外一种码 这种码是不用上传到国家受药局的 不用上传 对 因为你这种受药的话 这种有批准文号的这种的话 是需要上传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对应的产品 那你现在 现在没有 因为现在你们还没有把 之前的那些产品全部录入进去 所以现在没有 那如果要录入的话 录入的话 到时候后面你们就会选择嘛 然后选择对应的产品 然后下载对应的时候 下载你们这次要打多少 然后就下载多少 然后点击下载 然后本地就会有剩余 就是剩余刚刚下载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启动起来就可以了 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边 就是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然后它那个码就会编了 启动了就可以打了 对 启动以后就会 刚才不是会出现那种错误吗 然后我们就直接全部清除 全部清除 返回 然后就可以经常打印 就绪 对 那时候我们打印的时候 我们自己用手机去扫描 或者是用这个去扫描测试一下 看一下每一个码会不会再变 如果会再变 那说明我们肯定是哪个过程中 操作有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全部关掉 重新操作一遍 就要测试一下每一个码 是不是一样的 那个后缀 对 那这里是开始怎么做 从头 这个开机以后先上哪个系统 这个 就是刚刚把那个打印机打开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打开这个 这个QT 对 然后首先找到 找到那个打印机 因为我们是通过那个网线 连接打印机的 然后我们就 你看有个通过IP 通过IP放入数据 然后找到这个TDO的打印机 要双击它然后进来 然后再去调用模板 就按之前的那种操作模式 调用模板 先编辑了 如果是使用这个模板 OK 然后发送打印 然后回到主界面 因为现在是除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块没有打开 没有把码 没有把码发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发码过去 然后现在本地声音还有起司 还可以打 给你启动 对 然后它就会有提示 然后按那个启动就可以打了 对 发送第一条数据 发送过去以后 然后我现在 它不是有错误吗 然后我们把它清除掉 好 好 现在就绪了 就可以经常打印了 那我想打五张怎么打 打五张 那你就走五张了 这里就选个五就行了 是吧 这里不能选 你在那边的时候 你自己打五张就行了吗 撒进去他自己就 对 你放五张 你放五张 他就打五张了 然后就可以看到剩余多少 干嘛 然后这边你不知道 你打了多少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里 它剩余多少 那之前就打了多少 一使用 这边一使用 也会帮你记录 就是说你这边 你拿一把这么厚的 然后慢慢走 不知道走多少 然后过来看一下 一使用多少 那就说明打了多少 所以到时候你就根据现场 就实际需要去打 就可以了 然后这有几个软件 这个就是打印机的软件 这个是设置的软件 这个是设置的软件 主要就是设置 现在的盘满的格式 还有就是位置 就是说一般我们这样子打 因为不同的产品 它打的位置不一样 它这种产品 它打是打在这里 这种产品就打在这里 对吧 然后它可能 它有可能往前面一点 有可能往后面一点 对不对 就是我们因为 通过那个光电去感应 就是说光电感应到物体 然后开始喷印 然后那个时间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它是在这打 还是在这打 所以我们就通过 那个光电的延时来控制 就是说 在哪里设置啊 在这个位置 在全局打印设置 就在这个 全局打印设置 然后呢 位置 位置 启动脉冲偏移 启动脉冲偏移 对 这里就是一个 以毫秒为时间单位的 毫米 毫秒 毫秒 对 毫秒为时间单位的 现在设的是260 260是适用于哪个的 适用于这个 适用这个 就是这个 对 是吧 调整260就是这个宽度 如果250可能在这里 对 如果是100可能打到这里 对对 通过这个 对 启动脉冲偏移 来确定它的 高度 对 前后位置 然后左右 就是像这个 左右位置的话 你就需要调那边 左右是靠机器来调的 对靠机器 因为你 上下是靠这个 启动脉冲偏移 来调的 全局打印设置 对 所以到时候 根据实际的 产品 的位置 到时候先打一下 然后打出来 看下效果 这个Y偏移植是什么东西 这个Y SY坐标偏移植 就是他们打出来的 那个 就可以做一个微调 因为现在Y的话 它这个Y现在是固定的 就没有动它 因为这个动了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Y的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依靠这个来调整 所以你去调这个的话 就会浪费射带了 因为你Y偏移量 你调的越大 它两个码中间的间隔就越大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会连续打印吗 就是说你很多个产品一起走 它会连续打印吗 打了这个 再打这个 再打这个 然后如果你这个Y偏移量调的太大的话 它两个码之间 就是那个设带上面的 两个码之间的距离就会越大 越大的话 那肯定会浪费你的设带 所以那个耗权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Y偏移量 一般初始化它上去 Y偏移量就是色带 每一个码之间的距离 对对 在色带上 色带上面 对 每一个码之间的距离 哦 所以这个S偏移量就是左右 这个上面只能做一个微调 就是说 像打在这一掌上面 像这么紧臭的话 一点点 就是你靠你们前面那个机器 可能不好调了 哦 就靠这个左右调一点点就行了 调一点点 对一啊 二啊 或负一或负二啊 负的话就往左 正的话往右 就是说 负的话就往左 正的话往右 往右点一点 它就可以往右偏一点了 哦 就微调 这个X偏移量就是微调 所以 我建议你们调这个数据 尽量稳 因为你们一旦调这个数据的话 到时候 你在打这个产品的话 你也要调回去 嗯 不好 对 所以建议你们还是调那边 调前面 嗯 对 调前面的话 那就左右你们自己好控制 所以说你一台机器要用好几个产品还是比较麻烦 对 但是因为现在模板这一块已经设好了 你们应该空中量会讲话很多 另外你们到时候你们每打一种产品把那些参数给记下来 然后到时候直接调用 像刚刚那个位置 就是分叶的位置 嗯 那些样子 这是什么 哦 这个没有用的 这个到时候我们要翻出来 这个都没有用 其他都没有用的 就这两个软件 对 就是两个软件 Team Viewer是什么 Team Viewer 这只是一个远程的一个操控端 意思就是以后如果我在这边了 我可以通过这个远程 帮我们操作 对 帮我们操作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哦 那也可以啊 对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其他的主要就是一些保养维护了 像根换射带啊 或者是插起那个滚轴啊 像这些操作 哦 这里输出 输出 然后它联网 联网以后 然后打多少张 它都有显示 对 然后射带有多少 都有足够的备份 对 那这台机器干什么呢 这台机器主要就是用来登录那个国家社交局的那个网站 去上传下载的码 因为你们到时候所有打出来的码 到时候是需要通过这个手持扫描仪 去给它 嗯 绑定对应关系的 就是说因为你们从国家社交局下下载的码 那些码的话都是当个的 就是说它没有任何对应关系的 不像你们现在一箱里面装二十弹 然后你贴的话 你这张标签的话就是一比二十 里面有那种套标一比二十 就是那个外箱就是贴一个大箱的标签 然后里面的带子的话贴那个小标签 然后现在他们因为从国家社交局下载的码 是没有对应关系的 就是上的 就是说你们到时候打出来的话 就是混乱的就是需要你们自行的去绑定对应关系 就是说我这边一箱里面是装二十个的 那么我就是说到时候用少手持扫描枪的话 少二十个带子 然后再少一个外箱标签 给它绑定对应起来 以后在出库的时候呢 就是说发到某一个经销商手里 或者是发到某个地区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上面这个树源码 然后查找 就是说避免就是窗户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树源码查找 我是发到 本来是发到湖南的 然后现在到广东来了 那就说明这个肯定是窗户了 这打印是打印 上传和上传又是另一回事 你说比如说几千个打印出来了 打印完以后下一步操作 就是上传到国家收药监察所的那个网站去 那怎么上传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百个 一百个 那么我们到时候就是说通过 现在上哪个网站呢 现在网站 这个这是你的是吧 这是我的 这是我们的 对 现在这个网站 你们还没有 收药企业二维嘛 收药文件管理 这个只是一个 别人的 文件转换 对 别人的到时候你们也可能用到的 然后就是在线生成入库上传文件 对 就是说到时候你们用手持机扫描过的文件 是需要转换格式的 因为收药对文件这一块有很严格的要求 就是必须按照他们的格式进行上传 就是说 你所有扫描的文件 就是扫描的数源码 就必须通过文件 事实上哪个文件 哪个软件 是这个吗 不是 不是吧 对 国家的那个是 到时候是一个网站 到时候你访问那个网站 然后去下载数源码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网站现在还没有 到时候会提供给你们 就是到时候政府会统一提供给你们 并且会有一个优顿 那个优顿就好像我们那个银行的那个UK一样 就是可以转账 那UK就必须要插进去才可以转账 做这些或者是收钱这些操作等等 所以说那个邮顿到时候政府那边也会给你们 然后就是登陆那个国家收药局的网站 那这是什么 这个软件是干什么 你打完那个码以后 我是不是还要输入 我这100个是去湖南的 这100个又去海南的 那个是出库 对 入库的话就是说 我这5000个里面 因为你的包装单位就是说 你这一箱里面是装20个的 对不对 那5000个的话 那肯定是装250箱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装250箱的话 那肯定就是每一箱里面要装哪20个 你要把它对应绑定起来 也就是说我50个打印出来了以后 我还要一个一个扫描吗 对 那太麻烦了 那扫描完了以后我去包装 那我这20个必须放到一箱里 你先包装了 然后再去装 不是你先装了这个药品以后 你先装好了 再去装箱再扫描 装箱的时候再扫描 扫描 我这个可以拿到下面去扫是吧 可以 所以说扫描完了再上传 对扫描完了以后就有文件 文件你转换过以后 转换成国家那种格式以后 再把它扫描上去 可以 哦 也就是说我每装一袋的时候 都给你扫描一下 每一箱 对 然后出户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每一箱 每一袋去扫描 你只需要扫一个箱码就行了 扫一个箱码 就是外箱的条码表现 扫一个外箱的条码 然后到时候你就登记 你是发到哪里的 到时候通过那个客户的编号 然后打个地方 我是1001我是代表发到广东某某地区的 好 然后我就输入1001 是发到这个客户手里了 以后我就可以通过某一个码去查询 就是查到我这一批是发到哪里的 那客户扫那个码会看到什么 看不到什么 客户扫那个码就跟你现在扫这个码 只能看到那个 对 看到里面的内容 就是看到一个数码码 看到一个产品名称 看到一个受要批准文号 看到里面的公司名称 看到一个电话 然后就是说 他到时候扫多个码 就因为他每一个数码码都不一样了 他可以把这个数码码 到国家的那个受要局的网站上面去查询 查询到查询到他搬过地点或者是什么 他可以查询到什么内容 就是说可以查询到你的入库的一些信息 就入库 就是出库入库的日期啊 生产的批词啊 等等这些内容 还有发到哪个经销商都查得出来吗 这个经销商的话也可以查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到时候 只要你登记了就能查出来 就是把那个 把那个什么码 对 就是里面你少了出来 不是有数码码 对啊 到时候要信息网去查 对 到时候要信息网去查 就可以查到 这个是哪里生产的 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 所以每一包产品 每一瓶产品都可以找到 对 每一个 去向 对 留到哪里了 对 从源头到客户手里都可以看到 对对对 完全这个 完全去杜卷 就是他们做那个窗户啊 或者是造假啊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 全部进行管理 这个操作还比较复杂哦 这个 这个 这个你有没有交给他吗 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用 因为现在你们没有码也测试不了 还没有申请到是吧 对 还没有申请到那个码 申请到了以后 你再过来一趟 再交一下 对 就是说 什么码 什么箱的 对 每一个都要扫一下 对 每一个都要扫一下 那以前的二维码就淘汰了 以前你们踢的那个 本身就不规范 就 就是你们内部流通的一个码 就不被国家承认的 对 不被国家承认 但是也可以起到防伪的作用 对 也可以起到防伪 但是就是说 你要想跟国家那边统一起来的话 就必须用 现在 售药厂的话 有多少已经开始用这个 大概 现在基本上 从河南那边开始 到那个山西 到四川 广东是最后一批 广东是最后的 对 他们早都已经 他们是 最先是在他们那边做试点的 做试点以后 然后现在已经全面推广了 然后现在就是按 按省市来 来来来 发那个数码码 就是发数码码 给发登记这些信息 然后到6月30号之后 就是防市后面那些日期就没有 用上这个码了 就不能流通到市场上面去了 那个数码 然后这个日期之前呢 你们还可以经常流通 所以说 那时间还紧张了 还有两个月 对 两个月应该足够了 因为国家那一块肯定 到时候省市政府 受药局那一块 肯定会在这个日期之前 给你们把这个码 弄过来 你们深圳的公司是吧 对 你们主要做了哪些受药厂 我们像厂加拜特呀 像南宁 还有几家受药公司 也都是我们做的 另外还有像和肥 安徽那边 也有几家受药厂 现在基本上 全国大概 就是每个地区 陆陆陆陆陆陆 都有在跟我们在接洽的 现在已经做的 有十几家吧 十几家 可是受药厂 可不止十几家呀 那现在就是等于 诞生了你们这样一批企业 来搞这个 不是诞生了 我们这样一批企业 而是说 就是说 那个国家受药局 下号了一些标准 就是说找到 必须要有这种 不复的企业 才可以做这个东西 那你们这个是 根据这个 国家这个要求 才生产出这个的 还是以前就有 就是根据国家那边 生产 就发布那个标准 发布有 哪一年开始的 从去年 前年吧 前年开始 你订那个 你订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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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号 然后后面就陆续 开始推广 然后才才研发出 这样一个产品了 这个产品 就是最新的 就是说 这种东西 不一定就是说 你必须要用 这种产品来 来喷 就是说还有 其他的社会 也可以 也可以喷 也不一定 光是这个 你们的就用 这个有膏的 我们就用这个有膏的 然后另外 那个打码机 是多美 因为他们现在 这一块推广的 还是比较大 就是用的客户 比较多 比较稳定 所以说 我们就是说